我杨佳穎代表全体青年学子宣誓 今天我们将以感恩及愉悦的心 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宣告我们成年了 这次明镇处办理的成年礼活动 透过沉浸式故事体验、导览与闯关 让学子感受基隆城市独特自然资源与文化魅力 激发年轻人建立感恩与永续守护的精神 我们将不分性别、年龄、种族 学习尊重万物生命 并愿以守法和群的精神承担责任 父母的养育以及师长教会之恩 并鼓励我们在人生旅途上勇往直前 警示宣誓代表杨佳穎 中华民国112年10月20日 各位同学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看我不要讲太久啦 这个成年礼挑选的地方非常特别 因为这个暖暖这边啊 这个是我们基隆特有的文化 我今天来这边打蓝 那各位要成年了 那我心里是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我常常也在想 小爱在各位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能够为大家做什么 然后如何把这个环境打造得更好 总之我不想讲太久啦 因为雨时代太大了 恭喜各位已经成年了 希望在大学 或者是进入职场 或者做更多有意义的工作的时候 随时想到小爱爸爸跟基隆市府 有需要的话可以从脸书跟我们联系 我们都愿意跟大家长联系多联络 有一些地方也希望能够跟同学一起交流 不论是念书 升学 工作 记职 甚至游玩 都不要忘了我们 在哪里去 在到谁里面 为什么 是过河的时候吗 过河的时候 那个石头松动了 所以就甩下去 OKOK 关系好玩 全年礼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基隆暖东峡谷的淡蓝古道路段 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 丰富的生态资源与人文历史 更成为国家级绿色步道 非常值得基隆子弟深入了解 我觉得这真的是基隆市政府 举办成年礼以来最有创意的一次 虽然今天大家万万没有想到 到后来风雨这么大 但是我相信会是他们最难忘的一次成年礼 这个这次的成年礼 有这么多的年轻朋友 已经正式的成年 然后来到这个淡蓝古道 以及大金农场 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别开身面的意义 特别是淡蓝古道 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我们期待这一群年轻的学子 未来成长离开基隆 到外面去打拼球学的时候 永远会记得在基隆市 这个家乡的美好 然后特别特别是记得淡蓝古道 作为基隆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资产 意味着我们在我们这个温暖的家乡 可以待在心中永永远远 成年礼活动的最后 市长谢国良为完成体验的学子们 颁发纪念勋章 期望借由文化和历史的习力 祝福这些基隆的山海之子 勇敢向前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